嗨,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Graythopper的基本概念 Graythopper它是一种视觉化编程的软体 那什么是视觉化编程呢 看一下左边这张图 这个就是一般对写程式的想象 就是它是很多的文字来完成这种coding 那右边这个画就是Graythopper它的编程的一个图形 它是透过图像画的方法去完成一整个程式的撰写 所以它对于使用者而言或者是设计者 它是比较友善而且直观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路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 不一定是奇形怪状 就是你一看会发现说 这个如果要用一般或者是很传统那些电脑做图 可能是很难做出来的这种外形啊 或者是建筑造型啊 它其实都是有用到参数化设计 或者是参数化建模的哦 那什么是参数化建模呢 那在跟大家介绍参数化建模之前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CAD CAM跟建筑领域的关系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学建筑的 所以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渊源 历史渊源 那好 签到最左边这张 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 AutoCAD发行了 它是一种2D绘图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那些什么平面图啊 立面图 抖面图的一个软体 在1980年代 AutoCAD它发行之后呢 电脑指令开始改变了我们这些设计师的生活 像是很有名的设计建筑设计者 像是Peter Esmond啊 Frank Gary或者是Zaha Adi 他们开始利用AutoCAD里面的一些指令 像是旋转啊 平移啊 复制去改变他们以往的做图习惯 像是在以前做手绘的时候 没有人想要画旋转楼梯 但是在电脑绘图发明了之后呢 就是可以开始画旋转楼梯 或者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设计手法就开始出现了 那电脑绘图软体发明之后呢 它除了对设计带来的影响 它同时也改变了整个制造加工业的领域 制造加工业开始可以读取电脑模型里面的资讯 就是那些数据 所以呢像右边这两个例子都是Frank Gary的 他就是很好的KCAM结合 然后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很好的一个案例 好接着来讲参数化建模 时间回到很久之前 我们来看最左边这张图 高地也就是圣家堂的设计者 他在当时呢 以旋链线这种线段上面挂纱带 然后在纱带里面放不同重量的钱 千块 他利用这样的方法来达到了这个 整个旋链线模型的一个建构 那我称这个叫做类参数化建模 因为呢他是利用现实物理中这种行为 来建构他整个旋链线模型 那这位先生呢 他是最早提出参数化建筑这个概念的人 他在当时呢 以参数化设计为主要概念 然后他以19个参数来设计的这一个体育场 那接着我们看到最右边这张图 这位先生呢 他是电脑辅助设计的周公 他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呢 研究这种这个图 这个以光电笔 他以这种笔在这个荧幕上面绘制参数化建模 就是关联式模型的这个图形 那什么样子是关联式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他当时的影片 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划时代的一个发明 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那时间再往后拉一点 这个呢最左边这个呢是一个软体叫做Pro1 那他可以建立三维空间的模型 跟刚刚的那个Sketchpad他是不同的 Sketchpad他是只针对2D的 那到这里他可以开始建构3D的模型 他可以增加我们设计师在电脑中呢 对3D的这种辨识度 那中间这个软体是Rabbit 应该蛮多人知道的 他就是主打可以建立带有资讯的建筑模型 也就是并 那他大部分呢都是在处理后期设计啊 或者是施工图的阶段 那他这个Rabbit软体 他是比较倾向于说透过参数来建立 或者是记录他一整个完整的这种建筑模型 然后来管理这些参数 而不是说来利用参数来建立一些很分析 很多变性或者是很概念的这种模型 然后在Rabbit或者是像是ProE这种 他们的参数都是比较隐藏的 就他没有办法说那么直接的去做阅读 所以我会比较 我会给这个Rabbit下一个注解是说 他是比较像是透过参数来辅助他整个建模的过程 那左边这两个我会把它放在这边 是因为我觉得广义上 就广义上而言 他们其实也是一种参数化建模 但他其实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Grace Harper 他是有蛮大的差别的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Grace Harper 他是在2008年由David Rosen他发明的 在Grace Harper的建模中呢 他所有的过程都会被记录跟显示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模型 从无到有是怎么样生成的 所以他是可以很直接的阅读的 然后他的界面是会比较友善的 那刚刚有提到说 他的所有的资讯都可以被记录跟显示 那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很很随意很灵活 很及时性的去针对我们的模型去做修改 那他有一个优点是说 他整个数据跟资料都是连贯的 也就是说呢 Grace Harper他其实也是可以参与到 后期的施工制造阶段的哦 那Grace Harper他还有一个优点是他有很庞大的插件 也就是外挂的这种资料库 那因为Grace Harper他是一种open source 就是这种开源软件 所以他其实很鼓励大家去各自参与或者是研发 他适合的插件或者是外挂 他的插件种类非常多 像是做那种结构分析啊 力选模拟啊 或者是运算 回圈运算 向量分析也有主宝设计的 然后环境模拟的 甚至是机器人或者是ARVR等等 他都有相关的插件可以应用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进行一下界面的介绍吧 好开启Ryno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这里 这个standard的标签底下 这边有一个绿色的icon 你可以看到他说要执行Grace Harper 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指令栏 好 我们在这个指令栏的直接输入Grace Harper 然后按空白键或Enter键 这样子就会开始运行了 好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 成功的开启Grace Harper呢 它会有一个初始的这个提示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 你可以之后再看了 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上面这区呢 就是很很传统 或是一般的那些软体都会有的 什么打开旧档啊 存档啊 或者是编辑啊 帮助啊等等 这一个功能工具列 然后下面这一栏呢 是指令区 这边就包含了很多我们 在做编程 很重要会用到的东西 然后这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标签 像是这一个 第一个是参数的标签 数学种类标签 可能里面就会有一些加减乘除啊等等 跟资料结构处理有关的 或者是向量计算 线啊 面啊网格面等等 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标签种类 那 详细的一些参数的介绍跟分类呢 我会在另外一支影片介绍 今天我们先大概的认识一下整个界面就好了 那你如果看到你这边的标签种类 诶怎么好像比我的少 先不用紧张 因为后面这边呢是一些我自己装的外怪 就是插件 所以它之后呢 如果有装插件或外怪 它会显示在这些标签里面 那一般初始就是它内建的话 应该是到Display 就是这一栏 显示这一栏就 就是已经是功能很完整的了 那下面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编程区 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上面这些指令啊 我们就会把它透过拖拉 或者是直接输入的方式 在下面这边的编程区呢 进行我们整个视觉化编程的一个撰写 那在右边 右上角这边呢 这个的话是针对模型的显示的一些设定 那详细的之后会再做一些介绍 那这就是整个GRACEAPER的界面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啊 介绍完界面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电池的一个状态 那什么是电池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说 上面那栏指令 它其实就是一颗一颗的指令嘛 那它我们如果把它拖到那个编程区里面 它的那个形状 其实就大概会是长这样 一颗一颗的 我们会觉得它很像电池 所以我们都叫它做电池 好 那电池呢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 它其实代表了不同的状态 像是这个一般的浅的灰色呢 它就是一般正常的电池 那它如果是橘色呢 就表示说我们可能有些资讯是不起的 但它其实这个状态它还是可以维持正常运作的 那在这个红色的话呢 它就表示说可能有一些错误来导致说 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运行 或者是执行说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它不懂你想要做什么 那这个深灰色呢是隐藏的意思 我们在编程的过程中 它会及时的显示一些图形 那我们可以针对那些图形去做显示或者是隐藏 那这个颜色的话就表示说 我们把那个图形呢 当前的显示是关闭的 那以上这几排 这一排的这个电池呢 它都是有耗电脑效能的 它都是有在运作中的 那下面这边呢 这个话是停止运作的状态 是一整个 整个是雾雾的深灰色 那像这种状态的这个颜色的电池呢 是表示说电脑是不会运算 所以它不会耗效能的 那这边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运作原理 在这一颗电池呢 它的左边都是输入端 右边呢都是输出端 什么是输入端跟输出端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左边这边呢 会输入不同的参数 比如说像是我现在这颗电池 它是一颗画圆形的一个电池 那它身边有两个 有一个P跟一个R 就表示说呢 我可能会需要输入两个参数给它 然后我输入完这两个参数之后呢 在后面这边这个C的这个部分 它出来它就会生成一个圆 好记得吗 左边是输入端 右边是输出端 先有这样子的认知就好了 所以我们以后接线 就是我们如果要进行整个视觉化编程的话呢 它是用拉线的方式 我们的线呢都是从左边接到右边 好那这个电池的话呢 它其实不一定说前面这边 这边有两个就一定要给它两个参数 才能完整的去运作 其实不一定哦 它有的可能只要给一个 它也可以完整的运作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这个参数啊 你如果在这边停一下 它这边会告诉你说 这个栏它是选择性的 它是optional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给它参数 它都会产生东西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电池 就感觉好像前面一定要把它放好放满 它其实只要放一个或两个 也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那这个的话呢 是今天针对整个Grayshaper 基本界面的一个介绍